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边小厨 记录美好生活 从一顿早餐开始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那个样子 老婆小孩还在睡觉 我要起来给他们做早餐 今天早上的早餐主食是羊肉稀饭 这个是昨天晚上解冻的羊骨头 今天早上煮羊肉稀饭 就用这个羊骨头熬的汤 来给他们煮 先给洗干净的羊骨头 放冷水 放姜片给它搓一下水 先取一碗的米 把米先泡到一个碗里面 先泡着 放着备用就行了 等一下我们就把搓好水的骨头 从铁锅里转到砂锅里面 羊骨头搓好水之后 直接转到砂锅里面 下一步我就开始切羊肉了 因为我老婆喜欢吃软一点的羊肉 它胃不是很好 这个羊骨头呢 炖半个小时之后呢 羊肉就可以下锅了 现在我先把羊肉切了 羊肉洗干净之后 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薄片就可以了 好 羊肉切好之后 放点盐 抓拌均匀 再清洗一遍就可以用了 30分钟以后,我们把洗干净的羊肉下到砂锅里 这个接着炖,再炖个半个小时左右 盖上盖子,再炖半个小时 这个时候我要去换下衣服,洗漱一下了 羊肉已经可以了,先把骨头捞出来 这个骨头配着酱油,生抽,不是酱油 很好吃的 再把泡好的米倒到砂锅里面 盖上盖子,小火 再煮半个小时 粥已经熬好了 来点盐 用砂锅煮粥的时候啊 这个锅呢要不停的搅拌一下 避免糊锅 再来点葱花 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老婆,起热没有? 起来了 好嘞好嘞,刚好 刚好了呀 看起来不错呀 应该也好吃吧 我说你起来的真的是强 刚煮好,你就起来 这个走音的话,你不少心思要看起来 两个小时 那我先给你打 七点半差不多,到现在九点半 我觉得你应该拿个萝卜 萝卜视频上这个肉菜是真的好吃 没时间了 把这个稀饭搞了两个小时 下次吧,下次 这个稀饭味道真好 用心的才能出精品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